2021年2月4日,高我阿依塔,谁才是光之工作者? 传导阿依塔 亲爱的光之工作者们,在这个二月的日子里,在地球及其人类居民的伟大觉醒中, 像你们,我们宝贵的星际种子们,祝你们好运,今天我们将谈论你们和你们在地球上的旅程, 你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同的,在你们所走的道路上是独一无二的, 你们每个人在来到地球之前都计划好了自己的生活,你们许多人以前没有过过世俗生活, 你们的高频率,你们的爱伤,你们震动的美丽水平,是行星地球的扬生所需要的, 因为你们伟大的灵魂,你们的超灵,与天使和大天使一样伟大, 你们对你们的造物主彼此都很满意,你们在共同的幸福中, 在与源头和你们的兄弟们的心灵感应的友情中, 你们在灵性领域,没有身体,没有肉体的显现, 只有电磁爱的流动,那就是上帝,那就是一切,那让一切成为可能, 宗教常常把上帝描绘成一个可爱的大胡子老人,仁慈的绅士, 坐在云端,对住他的孩子们微笑,对住他的创造微笑, 我们现在只知道了上帝的一小部分, 因为当他把圣光照耀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感觉到了他, 我们感觉到了他的能量在我们周围,通过我们和我们内在的光芒和灵性的流动, 上帝可以被称为天空中的伟大的计算机, 他他他,因为上帝没有性别,确确实实的就是一切, 上帝是这个灵性领域和他所包含的一切, 上帝是物质领域和他所包含的一切, 在上帝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上帝也许就像一幅巨大的织紧, 包含着所有生物的所有生命,人类和银河系, 所有恒星和行星的轨道和旋转, 就像天空中伟大的计算机中交织的线, 伟大的计算机就是上帝, 上帝不会批判,他不需要批判, 因为他的宇宙法则照顾住这个壮丽宇宙中的一切, 上帝渴望知识和体验, 在和平与爱统治的灵性领域, 这种知识并没有来到他那里, 也没有巨大的推动力去扩展, 因此他创造了物质领域所有的星系, 恒星,行星和居住在其中的物质生物, 而现在创造了这些, 他有一个伟大的愿望, 了解那里的一切, 了解它们并充分体验它们, 上帝需要不断地学习, 所以他把自己的粒子, 人类的碎片送到这个物质世界, 行星地球上, 让它们把它们所获得的知识, 和它们在物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感觉报告回来, 所以, 你们可能会说, 上帝是所有信息和所有体验的集合体, 它的人类和银河系的孩子们, 从宇宙被创造以来, 在一万年的时间里, 已经在它身上沉积了, 这就是阿卡西记录, 它们是所有存在的记录, 所有曾经存在的记录, 所有曾经存在的记录, 所以, 在成为人类之前, 人类就是一切, 岩石, 空气, 水, 树木, 花草, 鸟, 鱼和动物, 以及所有居住在物质领域的生物, 人类一直是它们的全部, 所有, 所有, 所有这些在成为人类之前都必须经历, 因为人类的生活是复杂的, 人类有自由意志, 因此必须决定走哪条道路, 在地球上, 魔鬼和善良虔诚的人争夺人类的忠诚, 在这里, 也有上帝希望拥有的体验, 他不判断, 所有在物质领域发生的事, 所有我们害怕的事, 所有我们爱的事, 都会被他所知晓, 因为当我们离开尘世形态时, 我们都会向他报告, 我们所居住的肉体, 只是我们灵魂的临时住所, 他就像一套衣服, 我们穿了一段时间, 当他的时间结束时就要丢弃, 于是, 时光流逝, 地球又经历了一轮春分, 我们的世界已经完成了它在宇宙中的循环, 通过了黑暗的能量, 低频率, 强烈的震动, 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担忧, 所有的焦虑, 所有的痛苦都会报告给上帝, 就像爱, 牺牲, 仁慈, 人类天生的仁爱一样, 而现在, 如此多的人体验了如此之多, 这是伟大觉醒的时刻, 然而地球却被邪恶势力劫持了, 他们也属于上帝, 他们也向上帝报告, 但他们扮演了黑暗的角色, 他们是撒旦, 魔鬼寻求着我们的尊敬, 我们的奉献, 他们扮演得太好了, 因为人类被不断的业力困住了, 无法从幻觉的错觉中解脱出来, 幻觉是他们所陷入的欺骗, 他们的震动, 经过亿万年的腐败和折磨, 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 他们的震动都非常低, 他们沉浸在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低沉的恐惧感中, 从那低沉的共鸣中, 他们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自己, 于是天堂发出了召唤, 人类需要帮助, 行星地球需要从内部渗透, 上帝的宇宙法则不允许外界的干扰, 是的, 人类需要帮助, 你们听到了召唤, 你们感受到了内心的召唤, 你们自愿来到地球, 你们知道这会很困难, 但你们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困难, 你们的共振, 我们亲爱的神圣存友们, 我们宝贵的光之工作者们, 你们的共振, 很高, 比你们地球上的兄弟们的共振要高得多, 你们的工作就是提升共振, 从第三维度恐惧范式到第五维度爱之范式的行星情感振动, 你们在这里已经足够做到这一点了, 你们, 我们亲爱的们, 散发着你们美丽的光和爱, 你们美丽的光环环绕住你们, 把你们的兄弟和世界从恐惧, 责备, 羞耻和内疚中解救出来, 你们中的许多人以前没有在地球上或物质领域的任何地方生活过, 如果你们不知道如何在这里行动, 要期待什么, 要体验什么, 你们就不可能来到地球, 因此, 与你们的向导, 与你们的天使和灵魂家族一起, 你们访问了阿卡西记录, 你们的生活被你们认为是最有用的, 就好像这些记忆实际上是你们体验过的事件, 唯一不同的是, 没有任何业力附属于任何负面的体验, 已经印在你们的灵魂的潜意识记忆里, 所以你们出生在地球上, 经常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因为你们需要受苦, 你们需要以一种深沉和黑暗的方式去感受人类的感受, 只有这样, 你们才能发展仁慈的同情心, 同理心的理解, 你们需要帮助你们的兄弟, 现在, 你们真的很有同情心, 你们知道陷入恐惧的低震动和他所有的消极和分裂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你们知道人类正经历住英雄的旅程, 主人公来到人间, 杀死了黑暗缠绕的龙, 再经历了许多忧虑, 担忧和危险的挑战后, 成功了, 并且胜利地完成了他的目标, 在把他自己和他的兄弟们提升到更高的爱与光的高度之后, 他回到他的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回到他的天堂存在, 胜利了。 是的, 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也是这样, 别担心, 只要呼吸就好了, 现在是娱乐和嬉戏的时间, 你们已经经历了你们城市生活的黑暗和困难时期, 你们已经看见你们的弟兄彼此说话, 彼此轻视, 彼此投射痛苦, 恐惧, 愤怒和情绪, 而且, 和所有事情一样, 当真相被揭示时, 情况是可以改变的, 没有什么能在他被创造的层次上被解决, 你们已经超越了恐惧和黑暗情绪, 反映行为所处的第三维度程序, 现在, 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因为灌输的迷雾已经被驱散了, 你们已经准备好完成你们的任务了, 你们现在的工作, 你们的任务是找到你们的快乐, 你们想要什么呢? 你们喜欢做什么呢? 给你们自己和世界带来快乐, 然后, 去做吧, 保持你们的高振动, 这样做你们将帮助这个行星地球的世界, 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基于频率和振动, 你们的高振动会提升这个世界, 只要呼吸, 相信这个计划, 找到你们的幸福, 亲爱的弟兄们, 最好的还没到来, 是的, 最好的还没到来, 阿依塔传导住他的高我, 我们的确是有福之人。 2021年2月4日, 大脚星人理事会, 你缺乏隐私和数据收集,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已经收集了一段时间关于人类的数据, 我们利用我们收集的信息为你们提供更大的服务,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 在很多方面, 缺乏隐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也知道, 你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缺乏他人的隐私感到非常愤怒, 而缺乏隐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你们的技术。 拥有一台电脑, 一部电话和互联网是一种权衡, 但你们要学会适应它, 你们将学会比完全不了解地球上所有被窥探的方式更好地保护自己。 但当我们告诉你们, 我们正在观察你们并收集数据时, 你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你们最大和最高的利益。 对你们来说, 争取一定的透明度也是个好主意。 对你们的人类同胞的每一件事都保持开放是一个好主意, 就像对你们为自己的任何事情或任何方面感到羞耻不会是一个太好的主意一样。 当你们是透明的, 你们是在告诉你们的人类同胞, 你们不批判你们自己, 因此, 他们可以得出结论, 你们不批判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所感兴趣或相信的事情。 这是一份礼物, 你们可以给到你们在地球上的同胞, 你们可以寻求摆脱羞耻, 批判, 甚至害怕会被剥削的自己。 因为有人明白你们, 要意识到并与你们的直觉, 你们的内在向导保持连接, 你们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有恶意的人利用了。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来扩展你们的辨别力,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发表很多声明, 你们需要能够感受到一个人是否对你们诚实, 甚至一个人是否只是经历了一个与你们完全不同的现实。 当你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而且你们一直对自己感觉很好的时候, 你们可以放心, 你们提高了感知别人不真实的能力, 所以, 在你们的生活中, 这肯定是值得去追求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你们知道, 我们从不批判你们, 我们不觉得你们需要感到羞耻, 也不需要评判你们之所事的任何方面,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对你们的感受都是如一的,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1年2月4日, Sheryl面纱很快就会落下, 传导Jennefer Croquette。 亲爱的, 欢迎你们, 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在挣扎, 你们正在耗尽你们的最后一点耐心, 同情和宽恕。 我在这里提醒你们, 你们比你们当前耗尽的能量 所表明的更伟大。 如果你们愿意这样想的话, 这是一场光与暗之间的战争。 通常情况下, 你们会接触到很多事情, 事件或人, 这些事情, 事件和人会让你们振作起来, 给你们一些生活的热情和能量, 因此来自内在的光的数量是外部补充的。 你们有连接来鼓励你们, 创造享受和期待。 在过去的一年里, 几乎所有在外部世界中提升你们和开悟你们的东西都被剥夺了。 你们不得不依靠你们自己的储备, 依靠你们周围的人。 对你们许多人来说, 你们周围的人都不能把你们提升起来, 因为他们都淹没在自己的阴影里了。 从来没有一个修道院遇到过比去年的封锁更具挑战性或更困难。 从来没有, 你们已经被抛回到几乎完全依赖自己的状态, 但是你们缺乏训练来知晓如何滋养和培育你们内在的光, 如何在面对很多很多挑战时创造情感上的顺应。 然而, 你们已经学过了, 你们发现了一些东西, 一些能让你们重新振作起来的东西。 你们在人类所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情况下正在发展力量, 内在之光, 你们已经完成了一项令人震惊的工作, 因为来自你们星球的光从来没有如此明亮, 如此耀眼过。 其实你们认为你们不够好, 或者你们希望你们做得更好, 其实你们觉得自己失败了, 你们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面纱即将落下, 完全溶解, 你们将看到许多现实相互叠加。 在过去的一年里, 你们在各种现实之间做出了选择, 有时会下降得更低, 但通常来说都比你们想象得更高。 自12月21日以来, 巩固你们的光的运动成指数级增长。 你们是宏大的, 很快, 圣灵的恩赐, 神圣的恩赐将开始淹没你们的星球。 Jennifer, 你能说得更具体点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Sheryl,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愿望, 那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爱, 善良, 令人振奋的世界里, 在这个世界里, 你们拥有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过着愉快的生活, 你们也有空间和时间创造性地表达自己。 这就是地球上的天堂,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时间线, 这一深埋对人类蓝图的充分显现, 因为你们所有人都携带着这一内在的密码, 将很快开始显化。 Jennifer, 我知道那是完全的人类, 但你们愿意提供一个时间表吗? Sheryl, 我们无法给出, 在时间的细微差别中有着太多的变数, 但我们可以说的是, 你们现在所处的时间线是要显化这个天堂的。 在这个当下和天堂的当下之间, 你们将被召唤来稳定你们的内在之光, 去帮助他人, 因为在当前存在的现实层面之间的旅程, 可能会是一个坎坷的旅程。 盖亚被污染和被轻率利用的毁灭性时间线需要疗愈,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人类身上, 你们也被轻率地利用了, 你们中阅读这篇文章的人已经在你们的疗愈之旅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因此你们将被召唤去指导那些刚刚觉醒过来的人, 事件将达到顶点, 再也逃不掉驱使少数人的自私, 也逃不掉他们对多数人的权利。 在那最清楚地显示黑暗的光的爆炸中, 你们的大多数沉睡的亲人都将被唤醒, 要带着同情心, 他们会感到茫然、困惑和震惊。 现在不是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了的时候, 这只会让他们更加震惊和排斥。 他们在那个时候所需要的是你们希望你们会得到的, 同情、支持和爱, 一把让人放心的声音, 用你们在他们面前走过他们的道路所获得的知识来安慰他们。 你们知晓这条道路, 你们知晓痛苦, 你也知晓内在的意义和确定性, 让你们每天到航是一个值得拥有的奖品。 你们现在是长老, 智慧之人, 光明之人, 你们看不到你们的光, 但我们看到它, 我们知道你们对这个任务来说是平等的, 振作起来, 给你们自己你们如此值得的爱, 安慰和滋养, 并在知晓中珍惜, 很快, 光明将为所有人闪耀。 2021年2月4日, 光之兄弟群体, 大转变, 猝死, 神秘失踪与开始重生, 传导, 莫尼克马修, 译者, 卢颖, 我们要给你们讲讲将要发生的事情, 那来自宇宙最深处的圣光不止来自于卯素6, 这圣光将如闪电般烧尽不与圣光较准, 对其的一切, 主要是那些服务于暗光的人, 他们都将被消灭, 他们的灵魂不会被毁灭, 但其肉体外壳会, 这些人将是成千上万乃至数百万死去之人中的一部分, 世界各地都会有人突然倒地, 其呼吸器官和心脏似乎停止了运转, 当你们听说周围越来越多的发生猝死, 甚至神秘失踪时, 可以告诉自己, 这是来自宇宙最深处的强大圣光在起作用, 神秘失踪也是消除负面存有的一种方式, 那些破坏力很强的人会被静默地球的圣光彻底消除, 人们不会立刻就看到这些圣爱光线, 但会感觉到自己内在发生着许多无法解释的事, 随着圣爱之光被大量发射到这里, 你们的感知力会有所发展, 这强大的圣爱光线将大大帮助所有光工, 所有敞开心灵的人进行自身转化, 这会提升你们的意识, 让你们能看到目前还无法看到的, 第一个奇迹将发生在你们的内在, 这奇迹就是, 你们将会对自身产生信心, 而这信心能让你们抵挡住各种恐惧 并拒绝接受对你们极为有害的东西, 不用担心, 肯定会有令你们吃惊的事发生, 那些事对有些人来说是很愉快的, 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悲剧性的, 至少你们不要害怕离开这里去往另一个世界或者去到飞船上, 你们中有些人会短时来到飞船上接受更多的教导, 这些人不一定能立刻意识到这一点, 但会感觉到被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力量转化了, 那是一种尚爱的力量, 智慧的力量, 稳定的力量, 你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大蜕变的时期, 此时你们一定要持有信心与信念, 要相信宇宙, 相信自己正在走向黄金时代, 你们确实已开始重生, 向着你们所期盼的新世界, 不要止步步前, 不要光是等待奇迹的发生, 要积极进行自我转化, 主动提升自己的意识, 也要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